来看绿化有没有罪 台北市北投有一个吉庆里 十年来荣获了不少绿 这个绿化美化社区的这个模范奖牌 只是呢 这个长期在里内绿化的李明呢 他们种了这个盆栽啊 现在却被当成了鹿霸了 还被开单罚了1200 被开单的李明说 因为家人很喜欢花花草草的 所以在门口种了一些的盆栽 再加上了李籽又推行了绿美化 他就讲说盆栽放在位子呢 并没有影响交通啊 为什么会被警察开罚单1200呢 他真的很不服气 他说警察怎么不去取缔违规停车的摩托车 反而是对小老百姓来开刀呢